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事有什么重大意义 我这个确实也很巧 我写了一年的二十四节气的书 快出版的时候生移成功 但是生移的我看条件我其实并不同意 联合国家和文组织说是因为中国二十四节气的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它值得做一个遗产纳入进来 这其实还是把二十四节气等同于像昆曲 中国的书法 或者说中医 类似于这种东西 但是在我看来二十四节气它是一个活的 它现在还能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 我觉得整个不仅仅对中国人 我觉得对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意义 就是二十四节气 我们一说到节气 我们可能会想到饮食 想到养生 它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但是按我的研究 我觉得二十四节气 它其实是可以把人从一个全球化的时间 从一个手机时间 从一个微信时间 从一个地方征服的时间当中解放出来 让人有一种节气时间 这种节气时间是让人重新建立自己跟天与地的联系 跟大自然的联系 就像马爷爷一样 能建立自己跟古人之间的联系 我觉得节气时间 它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是这个 我现在觉得余老师他多年研究 他有一个方向 或者说有一种感受做底 好像你是会觉得现在人心何处安放 好像是觉得活的有点虚头八脑 扶皮潦草 就是焦虑不安 就好像希望找到一个定位 对吧 这是他的 但是他在中国传统当中 他 哎你比如说你二十四节气 我估计今天小孩不能像我们那个时候 春雨精春清古天 摇杆瀑布 不是摇杆瀑布挂前川 我论老背成春雨精春清古天 摇杆瀑布挂前川 还有不不不不不不应该这么背 叫什么春雨精春什么清古天 夏满芒夏 夏满芒夏 蜀香莲 还有陆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没错 你知道现在新二十四节气是什么 历尘泥水 金沙尘分 不明泥雨 历沙小沙 芒沙至小桑大桑 然后历埋小埋大埋埋至小毒大毒 所以不是这个环境 不是这个环境了 二十四节气基本上是定位为农耕文明 因为农耕才有了什么时候播种 什么时候雨水 它是这样 西方人对气候的感受它是粗线条的 就是春夏秋冬 你从着庄里面看出来 西方人换庄特慢 因为它就四个节气换庄 春夏秋冬 咱二十四个 你想想咱比它细分成 就每一个节气细分成六个节气 就每一季分成六个节气 你的感受比小寒和大寒就不一样 对小雪和大雪就不一样 过去的这个这个交接就变天 这是非常准确的 就是一到就 比如说啊雨水来了 这个这个双降来了 它真的就变天了 现在还不是这样 现在也很 你没注意 你要注意 每年的啊 上半年是六 这个就功利算六二一左右 下半年八二三左右 你注意看那天准是变天的 不是刮风就是下雨 反正它肯定是变天 古人 因为古人 就我们农生社会对所有的误后啊 就是特别在意 为什么他靠这吃饭 没错 你晚耕种几天 你的收成都会差很多 所以他过去呢 五日为一后 五日五天为一后 三后就是一个节气 误后嘛 过去 你比如说唐诗人那杜沈妍就说呢 独有患有人 偏惊勿后心 就是我出去做官 我一人 就我对这天天的这个更加敏感 他为什么敏感 他一人又思念家乡又回不去 说我这边一落叶 我就想家乡那边落叶没有 就是它是不一样的 诶 这就说明中国人他对那个我开玩笑 我说我我写二十四年相当于写中国人的时间简史 相当于写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嗯相当于写中国古典中国人曾经雕刻过时光 他时光真是金雕气刻啊 诶 他这就你就体现出天人合一了 就好像啊 就是到什么点就得来什么情绪 就得干什么事儿 清明时节与纷纷 行人路上欲断魂 诶 借问酒家何处有木桐妖指姓花村 你看他这个一切 这就是中国人嘛 把天和人都给相应了 我们过去叫合一是吧 天人合一 诶 我现在叫天人相应 啊 包括我们自己的那种那种身体的感受也是 上次那个老树在那讲 因为他是山东人 他他对那个节气的感受就是 就是觉得只有经过双打的那个萝卜好吃 白菜也好吃 如果没有经双打他觉得不甜 对 像我是湖北人 我是知道 经过雪的 我们我们像我隋州 我们隋州有一种那个全中国都没有的菜 叫泡泡青 那是隋州人的最冬天的最爱 但是这个泡泡青是不仅仅要经过双打 而且必须经过下雪 那个菜就特别好吃 这形容人也像双打的茄子似的 对 那就是一回事 捏 捏 我觉得柿子 你现在还有人那么吃 冻柿子 咱北方人 冻柿子里边带舌头的那个 它就好吃 现在都没有了 有 还是有 还是放在外边冻 只不过你越吃越好你不吃了 冻柿子 冻柿子的极致是黑色的 打黑球似的 然后画了搁凉水 一定搁外行就往上热水了 那一下没法吃了 就是要那感觉非常好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其实是前半角还在泥里 还是农民 但是后半角咱现在已经 我觉得跟农业很远了 可是实际上农耕是个想象起来都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是 他真的是春种树 是吧 跟着日月星辰 然后整个二十四节气 它实际上是个太阳变化的 是个循环 一年的循环的规律 分分分分分分 然后呢这个人在活动期间的人 全有这个定位啊 哎动静过去讲动静有时 哎什么时候冬天你看 就就得睡就得躺对吧 哎这东西 但是你觉得今天这些东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当然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老是把强调二十四节气是龙根文化的一种 这是或者说跟职 跟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关 这是误解 像过去的中医 还有中国古代的那些士大夫 他其实都从那个二十四节气里面的获得了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包括马爷刚才提到的都市语言 这些士大夫 他从这个节气的这个这个时光里面 他就能够对自身的我觉得他的他的存在 他有一种提提升 他不过我们这当然是我们现代的语言 他当当时是他们是从节气里面 他们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啊你包括那种那种我们知道的南庭序是吧 他也是来自于节气的那种那种生活 他要他是一到春天 他是暮春 暮春 去踏春 对对对对 而且要去在河边 去要去要出出毒 去去去出毒素 他们叫修气 修气是一种活动 对对对对 就像什么文人的雅集一样 对对对对 修气好像就有那种拔除邪气毒气的那么一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 但你今天人说起来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不能说胡说八道 因为你毕竟藏了一冬啊 你猫冬猫的一冬 你身上还是有些那个 你需要散发 对我们现在的身体呢 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就是你比你冬天屋里很暖和 你穿的都会很少 你有时候跟屋里还冒汗呢 嗯嗯 这个不符合这个人呢 就跟自然的吻合的这种规律 是啊 如果你冬天在屋里过分的热 你很燥很不舒服 我现在就不太希望冬季的时候屋里过热 就适度就可以了 嗯 不至于动手动脚就可以了 哦 你看你看那个我们这个节气很有意思啊 这个节气你听的好像是一个不是很有规律的事吧 但是你现在从科学上有的特别极致的规律 比如夏至和冬至这两天 这是日照 对 冬至的时候 我们家的阳光我都换一叶 就到冬至这一天 阳光到达这个位置 再也不可能长了 对 阳光进入家最几点 对 第二天就开始那阳光一点点往回溯 对 对吧 那古人这多准呢 这你这什么立法呀 对不对 还有这两天那个大家在传的一幅照片 就是那个颐和园的那个石器孔桥 嗯 那石器孔桥只有冬至前后的那几天 那个太阳的那个阳光才能把石器孔桥全部照亮 对 其他人照不亮 对 还有有阳光的角度问题吗 这个世界上很多像金字塔呀 对 南美的一些神庙啊 都是这种他对太阳的观测 在某一个冬至这一天 哎就到了什么地方 哎这就是古人的这种观测 你看你看他那个二十四节气 你把它给拆拆开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顶多就被你这儿歌 是吧 要不然呢 就是你也不去找他的规律 你找到规律的时候特有意思 你把那个词调出来 比如啊 历春历夏历秋历冬全有吧 嗯 但是中间呢 这个夏天和冬天都叫至达到达到最高点啊 夏至冬至 但春秋叫分 你看他说多好 对 分就这天真的是中分 对 历分至 哎 咱们叫历春历夏历秋历冬 但是春秋都是春分秋分 哎 这个夏和冬都是夏至冬至 嗯 他这个语言的严谨呐 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 甚至他这个 你要理解他那个字面的意思 哎 是而且呢 他就跟这个阴阳 而且那么样的吻合 就是我就觉得中国人有一种啊 法天向地 嗯 就是他就是说啊 他说的这个东西啊 一半是自然可以观测到的 嗯 一半又是出于他的某种设计 还是他的某种编码 感受 对 比如说就说哎 说冬至的那一天 这就符合易经说的 这个阴气到了极了 应该是最阴了 最阴寒了 对吧 但是呢 他这个易经那个六道啊 那个一阳 嗯 啊 来复了 一阳 从这个时候阳气是冬至这一天 刚刚开始蒙 是的 哎 他这你到夏至呢 他又变成是老阳了 就是这个阳到达极盛 但是呢 恰恰所谓的阴气又是从夏至那一天 开始蒙芽 没错 所以这东西 他不全完全是下边 不全是下边 广告千千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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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鱼泽老师也是个诗人是吧 不是诗人也会引用诗人 他在引用一个木弹的一个诗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这个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 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 却无处皈依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 而没有真理 我倒还想念一个 就是这个中国民俗学会的一个会长 他讲这个话 就是说想象几百年后 人类进入了文明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我觉得是完全就是这样的了 技术可以完全控制气候 其实你现在在家里空调暖气 就控制了你家里的气候 对吧 那么我们就像是生活在胶囊中一样 四季如春 而我们吃的食物 会完全按照营养需求比例配置 那时的人类在历春 意识到要吃春饼 在除夕吃饺子的时候 习俗就变成了 关于自身文化连续性和情感性的一种联系 他说到时候这些确实都没用了 但是如果因为没用 就把这些连续性减断 那么人类会发展到成为一种多么无趣的一种生物 对 但是他也太悲观了 他也不是这样 不是太不对 另外一个 他也是基于一种人定胜天的想象 你怎么改成人气 人不可能的 对 我们原来有个很错误的想法 就叫人定胜天 我们年轻时候竟为这事瞎忙 但是地球暖化 温室效应 那是你的副作用 你没想改变它 你真想改变它说你倒不一定能改变它 没错 而且那在一个大时间跨度里面 它那个不算什么 对 还有个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到 就是说你吃东西 你不可能超越你的时间 不可能超越节气 老让你 比如说现在让你老吃夏天的东西 你肯定受不了 你还是说我想吃当令的东西 谁在当令 冬天上你连续吃西瓜 你就崩溃 对 所以还是要吃复合节气的当令的食物 但是西方人讲这一套吗 西方人 西方现在超市里温室种出来的蔬菜瓜果 四季都想吃什么 可以吃什么吧 我们的超市恐怕 我们一样 像是反季节的 反季节的 是啊 对 但是这几年 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意识到 反季节的蔬菜不能多吃 它还是跟你的 比如说你现在身体是在处于猫的收藏的状态 但是你老吃那种生发的东西 那不是跟你的身体反着来了吗 马爷你信这些吗 我信 我岁数越大越信 什么都信 你说这岁数越大 我还是跟你说 我为什么就是愿意学习 但是很难相信呢 就是因为我个人的身体完全感觉不到 就比方说 所有的这些个 我吃过中药 所有这包括说中医讲这个上火的 我估计我如果吃了八豆 这是有效的 我承认他能谢 对吧 但是什么说人参 眼窝 你感觉不到 他说的很多东西 我不能说他没有用 就好比就是说 有人说羊肉 或者什么就温补了 吃什么肉就上火了 我的身体 我周围很多人 他们就是能感受得到 我吃什么都百无禁忌 什么季节吃什么 我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我对壮阳这事 当然也做过研究 对吧 就您说的这事 我有一次问一个老师 就是阿诚老师 我有一次说他 我说你看中国古代讲棚组 或者中国古代讲防中术 都是在讲 就是说要忍着 要憋着 是吧 要怎么着 你那样 就是食动而不屑 对吧 好像就说 这到现在不太符合西医的 这些个性的理论 我说这玩意是那么回事 就说这样就吃了个什么鞭 或者就 人就壮阳 后来阿老 他倒给我一个解释 让我觉得有点 他说 上古时候 所说的这些防中术 你看中国是个老人社会 他说 你可能到了老年 你上了岁数 你会慢慢感觉到 中医说的这些 会在你的身体上发生作用 他说你年轻的时候 火力旺的时候 这些可能你确实 你觉得感觉不到 你觉得世界的理吗 当然是肯定 你年轻的时候 能有抗打击能力 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你比如羊肉 你没感觉吧 我没什么感觉 我年轻时候也没感觉 年轻时候 我们去吃涮羊肉 近期十个人说 一人二斤 先吃二十斤 然后今天你一人二斤 都吃不下去 我现在吃一盘羊肉 我一晚上都睡不着 这热 原来没有 那是我不行了 不是羊肉行 是我不行了 知道吧 我估计 可是您这理 您要是跟美国老说说去 他不信 他可能完全不理解 他不信 我就让他多吃点 喝点鹿鞋 你看他信不信 那肯定管用 有很多动物性的东西 真的是不能过分的去摄入的 还有一种理论 就是你说的 文化也进入遗传 水土也进入遗传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吧 所以西方的女的不用坐月子 对吧 可以喝凉水 但是据说中国的女的要这样 就落下病根 那他跟他的最初的饮食习惯 还是有一些关联的 他现在你让他吃那么好的 就是肉吃那么老 外国人吃多少肉 你要让他改吃咱的 喝点帮助面 都啃两块咸菜 你看他做不做月子 他也在做月子去 你说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的一个网友还建议我们讨论什么 他在外国 他就说 为什么中国人要喝热水 过去我没想到过这个问题 他说怎么外国人都喝凉水 为什么中国人老说是来口热的 中国人肠胃还是比不上他们 对 这是你的一种迷信 不是迷信 还是一种 这个不是迷信 这个中西人的体质是有差别 我跟你讲 我特别明显 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喝过热水 喝凉水特痛快 越凉越痛快 突然有一天他胃疼 我就不敢喝了 我现在喝一口凉水马上就胃疼 非常清晰的 就下去就一秒钟之内 他就胃不舒服 所以我只好喝热水 所以文桃说到底人还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 对 就是你在不同的时间 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你在不同的空间反应也是不一样 那就中西人的体质差异 这个我们要承认 对不对 就所以说啊 那某种这个水土 某种饮食结构 甚至是某种遗传 这个都是相应的 那当然 你要再说的悬疑点 就是你所建构的这一套文化系统 千万年来 是不是也进入了你的有些遗传密码 你像文道他们就老爱说 说没有什么是自然 就没没有什么东西叫自然 没有一个东西叫自然 对吧 今天戴眼镜就很自然 但是自然吗 对吧 那就是没有 这个本身这个人的身体 就是被很多东西一直在建构啊 在在在在 那这有一点啊 就是说敏感人和不敏感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就拿24节去说啊 这里有一词很怪叫经哲 经哲 对吧 你说历春历夏历冬 这大家都听得懂 什么叫经哲 有人说到那时候万物都苏醒了 对吧 那很多人矫情说 你怎么知道他苏醒了 是 他说的万物不仅指动物和植物 他连无生命的 比如这河的冰就不一样 嗯 这冰完全不一样 你看这都是冰 冬天的冰跟春天的冰是不一样的 是 首先是承载不一样 嗯 你看那炸冰没有 我我前两年 呃就今年春 呃去年春天的时候 我去看那个水镇的炸冰 我正好在那看的炸冰 又那好看 就是赶上那一天 那一瞬间 那个开始炸 经哲 对 他就开始炸了 嘎嘎嘎 这个冰自己开裂 就开裂 而且声音巨响 你知道吗 经哲那个词原来还叫起哲 后来就改了 汉代以后为了避那个流起的汇 流起的汇 就改了 他的顺序也不一样 他原来在雨水的前面 后来就放在雨水的后面去了 放的是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中国人他在调 嗯 就是原来比如说二十四节气 在上代的时候 号称也是那个马爷说的 只有四个跟欧洲人一样 春夏秋冬 到了周代就八个了 四十八节 是吧 四立 然后两分两制 到了那个春秋战国时代 就变成二十四节气 到了汉代就确立下来了 确立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又在 他们我觉得无论是底层人民 还是上层的士大夫 他不断的把这个二十四节气 跟那个天人关系进行 进行验证 还强化 强化他 对 我觉得他就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工具书 或者一个指导手册 甚至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系 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对 龙根的人有帮助 哎 就是我承认就是人体 嗯 他有一个证据 至少能够说明 他跟日月 这个是有对应天人合一的 对 比如说女人的这个大姨妈 嗯 对吧 你怎么知道 跟月亮有关系吗 一个为什么就一个月一回呢 为什么一个月一回呢 对吧 他显然是跟整个这个月 一月的周期 这就说明你人体本身就是一个 也有一个月来两回的 也有 对 现在不调的更多 哈哈 哈哈 三十年前广告之后见 所以说你说这不来的也有 对吧 这个不调的也有 是 这碧云药就在改变 就是就是在改变人的身体啊 改变这种所谓的天赋的一些个节律吗 是的 但是但是老天爷也会也也会反抗啊 所以大家现在才说问我们有没有二十五节气 立霾是不是 呃 那立霾为什么出现 我觉得就是因为跟人想去人丁盛天有关 哎呦 确切的原因呢 能够说服大家 别老说都是汽车尾气 那天咱要不然咱来雾霾那天大家全部开车 看看他有没有 嗯 啊 就是他不要把这个原因全部均衡掉 嗯 就是我们觉得要知道 第二呢 应该有一个治理的期限表 让我们有一盼头 这期限表别说太远了 三十年 对 对 都太远了 我们这代人没了 那哪成了 对不对 但是我有个我比较有一个迂腐的想法 既然大家都意识到埋已经是我们的重要的节气和误后了哈 对 那其实真是大家应该一起来琢磨一下 比如说现在已经是历春之后 历春之后 就是说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 他对人都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历春的时候 他是希望大家能够有真正的那种人心人爱真心能泛发出来 春生嘛 人要生发出来 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讲一个 大家可能你可能知道的例子 哪一也知道的例子 就是咸丰皇帝为什么能当皇帝 他比不上那个鬼子六 他聪明劲没有那个公亲王厉害 但是他他在道光皇帝面前他表现的不错 是他师父教的 怎么教他 就是有一年春天 大家那个道光皇帝让他的这些皇子能去打猎 对 结果鬼子六公亲王给的那个猎物最多 但是咸丰没有上交东西 然后道光就问他 就没打了 对 就问他为什么没有打 他就把食物教的话就说了 他说 哎呀 他说 他说那个 那个儿臣知道此时什么 万物资欲 就是说我那个那个动物 动物植物都在都在繁育状态 他说我不能上干天河 哦 然后道光皇帝说此真帝者之爷爷 这个全是他师父教的 他师父教杜寿田 就说你文武都比过六哥 也只能示弱 他就示弱 就我不忍心伤害这些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上干天河下朝 忍愿下朝地露 这个是有说法 我觉得雾霾就是这个 我们已经干了天河了 哦 逆天了 对啊 逆天了 逆天了 哎所以呢 这皇帝也就做不了了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